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 周三晚间发行规模6.5地震 正央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省 深度187公里 镜头记录强震来袭瞬间 电视台棚内天摇地动 连镜头都震歪 后面的工作人员仓皇逃命 主播仍然镇定播报 不过大批民众吓坏了 冲上街避难不敢回家 长州波及邻国印度塔吉克等 近3亿人有感 科学米尔这家医院 还在剖腹禅手术 突然陷入黑暗 还好最后宝宝平安待生 洛杉矶则是遭到龙卷风袭击 阵风最强每小时达到175公里 一群学生及时躲避 没想到狂风将门掀翻 住家上空出现大型漩涡 屋顶和残骸被卷到半空 超过25栋房屋遭到破坏 气象专家指出龙卷风在加州相当罕见 上一次出现较大的龙卷风 是在1983年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